北京玉圓潭公園19號起開展蕭夏文化活動 一隻高22米 底部長34米 由550個彩片製作而成的 亞洲地區第一大型沖氣蟾蜀 俗稱蛤蟆 出現在玉圓潭公園萬平河鄉景區 眾多遊客看到之後 不與而同的聯想到前中共黨魁江澤民 有人一落說 秋天快到了 蛤蟆馬馬上要入土了 大陸官媒聲稱這是一隻複星蟾 但是人們看到它不由而同的聯想到 江蛤蟆三個字 人們在短信上紛紛議論 北京商人宋在民表示 在首都江澤民的身邊突然出現這麼大一隻蛤蟆 而且是亞洲最大的蛤蟆 而且它的模樣跟江澤民的形象很契合 宋在民認為 蛤蟆在炎炎夏日蹦出來 估計就是江蛤蟆要入地安息的前兆了 最後再表演一下 這麼嚴格的夏天 人看著夏天過了 夏天到了 秋天還會遠嗎 馬上他就來入地 到地裡歇著去了 安息了 蛤蟆是做地盾的 他自身挖下去 倒個洞 然後在裡邊挨過冬天 對於他來說就沒有冬天了 就沒有未來了 他就是入地安息了 走吧 送給他送行 宋在民表示 江澤民現在應該說天數已經到了 這隻充氣蛤蟆如果放在天安門更有意義 我覺得那蛤蟆跟預言壇 哎呀 在廣場上更好 在廣場上更有意義 老江如果去跟他合個影 那更有歷史意義 正好 契合了江主席這個形象了 充氣蛤蟆的設計師郭永堯聲稱 金蟬在中國古代一直是祥瑞之物的代表 但是宋在民表示 不是所有的蛤蟆都是吉祥物 江蛤蟆對中國來說就是災難 從六四到鎮壓 鎮壓大法 鎮壓大法是歷史上最殘酷的統治階級 對宗教信仰的鎮壓 最殘酷的 所以說他的罪惡 不但是罪惡累累 而且是罪惡滔天 他現在安息啊 是時候了 早點走吧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江蛤蟆這個綽號在大陸被廣泛流傳 而江澤民跟癞蛤蟆之間的淵源也在他出訪國外的時候多次神秘顯現 2002年4月初 因迫害法輪功被國際社會廣泛譴責而焦頭爛額的江澤民出訪德國 將到達德國的前兩天 德國的各個火車站 刹那間出現了大蛤蟆廣告畫 上標題為 往上瞧 兩個蛤蟆一邊站一個 側過頭向上看 而一個白肚大蛤蟆 頭戴皇冠出來了 下標題為 大得出來了 蹊跷的是 當時新華網也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當打開網頁時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隻綠色活躍跳動的電動蛤蟆 這個廣告過了很久才收回去 2002年6月13日 江澤民去冰島訪問 又是在到達的前兩天 冰島最大的報紙上刊登了一隻大癞蛤蟆照片 當年10月底 江澤民在訪問美國的時候 中領館旁邊的一家餐廳也是以大蛤蟆作為標誌 隨著江澤民在人間走向頹勢 動物界的蛤蟆也開始走向滅絕 據美聯社2006年2月11日報道 生活在美國國家公園中的蛤蟆正以飛快的速度滅亡 原因是 85%的蛤蟆都被感染了一種致命而神秘的真菌 而同年在德國漢堡曾發生一件令人驚異的事件 上千隻蟾蜀的身體在一瞬間像吹氣球一樣鼓掌 然後爆裂死亡 此外 在大陸 近些年在多地 很多蛤蟆也都奇異的死亡 總部社在美國的《大紀元時報》發表評論文章說 江被打已是時間問題 當此之際 被經歷起了充氣的大蛤蟆 只能說明一個問題 江澤民現在是色力內深 貌似巨大 實則裡面只是虛氣 只需輕輕一捅 或來一陣狂風咒雨 即可完蛋